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心脏病系列的一些可以引起的心迹以及心胸透 我们说这个内关系它有比较强的强心的作用 那么这是针对它的心脏的疾病 第二点我们说它的安神作用可以用于什么呢 失眠预证这一类的疾病 失眠以及预证 那么也是临床上效果比较好的 另外这个协位它的安神作用也可以用于这种行脑开窍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它可以治疗中风 常配什么协位呢 人中三一交治疗中风 另外这个协位也常用来治疗癫痫癫症狂症 它配的协位也是配这个什么呢 内关神门劳工 也就是说它常配上 它常配上这两个协位 神门呢是我们学过的心经的协位 劳工呢是我们很快就要讲的 那么配上这两个协位呢 我们所常用来治疗颠症闲症以及我们刚才讲到的失眠 包括那个小儿老胎或者说小儿就是那个胎儿的时候有缺血缺氧性那种什么呢 毛损伤这一类引起的智力比较低下的这种小儿也可以用这个协位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到的它的第一方面的作用 第一方面的作用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它的什么呢 何谓指疗的作用 我们说第一个作用呢 灵心安神这一类作用呢 和它是心包经的协位有关 另外呢和它是八脉交汇血 通过阴为脉 连着阴为脉 通过卫心胸这个部位也有关 我们刚才讲的主要是和心和胸有关的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和胃有关的疾病了 你看它既然是八脉交汇血 连着什么呢 阴为脉 而且通过了胃这个部位 所以说临床上我们说这个协位是和胃指偶 就是说临床上这脾胃的疾病也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个协位 首先呢就是治疗胃痛 我们常说的胃碗病的常用三血胃碗痛的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竹山里内观还有一个 就是还有一个中碗 那么这三个协位就是治胃痛胃碗疾病常用的三个协位 那么这是第一点 为什么可以治呢 就和它是心包经的协位 而且是八脉交汇血通过这个什么呢 胃碗部有关 另外呢这个协位呢 同样可以用来治 齐痛 腹脏 我们说这种有点干气不舒的这种木刻土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内观血 那么它既有和胃指偶的作用 我们说它本身也是绝阴心包经 对不对 那么和干经又是同名经 再配上干经的太冲 七门 那么它疏干里气和胃的作用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呢 这也是它临床上的一个常用的用途 第三大方面和胃指偶作用呢 就是主要用来治疗呕吐或者是恶力 我们说这个内观这个鞋位啊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自呕吐的鸣血 就是说所有的恶心呕吐都可以用这个什么呢 内观血 而且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呕吐 它都可以治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脾胃不合的肯定可以用内观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什么呢 晕车晕船引起的这个呕吐我们也可以用内观 还有呢 认神的呕吐也可以用内观 就是说大家比如说坐车的时候有点晕车啊 晕船这些想呕吐 那么这个鞋位很方便 直接就可以什么呢 给它按住 按住 那么这个呢 主要因为它是八脉交汇血 同时呢 我们说又是呢 和干经是同名经 所以说它的合胃指偶的作用 在临床上是比较好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它的静置作用 静置作用呢 就是可以治什么呢 走壁的疼痛了 走壁的疼痛 那么这个算静置作用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有关内观血的组织 主要是在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就是心神的疾病 那么心神的疾病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就包括了两个方面了 对不对 一个是心的疾病 直接就像我们说的 端心病啊 风心病啊 心脏病这些的心脚痛 还有呢 心剂就是 要么心跳过快 要么心跳过慢 这是一类 第二个呢 就是心肠绳和绳子有关的一些疾病 它的安神作用是比较好的 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 第二方面就是 因为它是八脉交汇血 通了阴为脉 经过了胃这个部位 所以说临床上 它的合胃指偶作用是特别好的 那么静止作用呢 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鞋位的操作 那么一般来说呢 可以直刺 我们说早到两斤 两斤之间 然后呢 向着外面透 就是透外观了 它相对来说 刺的要浅一些 那么临床上呢 我们真就常想 常讲真相病说 如果是治疗心脏的疾病 我们说胸痛啊 胸梦啊 心悸这些 那么我们呢 如果要刺的深一点呢 可以向上斜刺 你看 针间就朝着我们什么呢 心胸这个部位 这是向上斜刺 那么如果是治疗我们的什么呢 走臂暖 暖肌疼痛 以及手指的发麻呢 我们也可以向下斜刺 向下斜刺 那么就是 也是针间朝向什么呢 并锁 而且呢 这个鞋位也可以救 但是这个鞋位 大家也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它下面也是有什么呢 正中神经 如果你不是治疗这个什么呢 手指的发麻呀 或者是正中神经的病变的时候 我们一般呢 大家注意 不要伤到我们这个什么呢 就是神经 最好不要伤到 伤到神经有什么感觉呢 它是触电样的麻感 一下就传到我们的什么呢 中指尖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注意 你不要最好把针稍微往后退一点 不要去伤这个什么呢 正中神经 除非它是正中神经的病变 是麻痹了 有些很多正中神经的那个症状的时候 我们专门要刺激正中神经的时候 你才去刺激它 一般呢 不需要刺激这个什么呢 这个神经的 那么我们内观这个鞋位呢 大家要注意啊 其实在临床上啊 这条经脉 在中医里面讲啊 它是一个多血少气之精 就是绝阴经嘛 那是多血少气的 有一种观点 那么这是它的气血长处 我讲这一点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鞋位呢 它在临床上啊 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偏补的鞋位 大家注意 你看内观 它不是偏补的 你看它多是这血多了的 这种血淤式的这种什么呢 心悸啊 心痛 就是我们中医讲 有瘀血的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注意啊 内观这个鞋位 它不是偏补的一个鞋位 虽然是阴经的鞋位 它不是偏补的 但是呢 这个鞋位呢 临床上啊 大家操作的时候 手法也不要太重 它也是很容易晕针的一个鞋位 特别是体质比较虚弱的 所以说这一点呢 大家也要小心 大家也要小心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讲的 这个内观 这个鞋位 比较重要的一个鞋位 下面呢 我们来看大林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鞋位的定位 大林呢 它也是在我们宛的前区 宛前区什么地方呢 宛 宛恒文上 也是在宛恒文上 也是在两经之间 哪两经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长长基建 与饶测宛徐基建之间 但是呢 这个宛恒文 大家注意啊 一定也是在宛关节凤中 宛关节凤中 正对的这根宛恒文 实际上它是就凭着我们前面讲的 新经的神门学的 对不对 神门也是在宛关节凤中的 你看这个鞋位就在这 两经之间 两经之间 好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大林的定位 那么它的体位变成座位也可以 平卧位也可以的 比较方便取写的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大林的定位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鞋位 它的组织配股 以及它的临床应用 那么大林这个鞋位呢 我们说呢 它是什么特定血呢 是心经 清包经的书写 我们说阴经的书写 是以书代原的 所以说它同时又是心包的原血 那么既是书写又是原血 所以说它的铃心安神 清热作用 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大林血 也可以用于我们前面讲的 这些关心病啊 还有什么呢 风心病啊 这一类心脏疾病引起的心痛心悸 你看它常配的 也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什么呢 神门啊 风龙这一类的 什么风龙这一类的 另外呢 我们说心也是常神的 同样我们前面鞋位讲到的 它也可以用于治疗什么呢 神智性的疾患 神智性的疾患 我们说用来治疗这种什么呢 癫狂就是 你看它配的是什么呢 太冲 风龙 肯定就是有什么呢 残的 所以说我们说气欲弹结的这种 引起的这种病人的癫垮 我们常常用大林 配上太冲 风龙 太冲 风龙 那么这次它治疗什么呢 心的疾病 心神的疾病 我们说常用的 第二个呢 我们说这个血位呢 它同样也有宽胸 和胃清热的作用 就是和我们前面讲的内观鞋一样 只不过呢 它的作用呢 没有内观这么强 也可以治疗胃痛 呕吐 当然也可以配上内观了 但是这个鞋位呢 相对来说 它在晚关节缝中 那么比较杂症呢 病人会感觉呢 要痛一些 不是太舒服 所以说不是 如果是胃痛呕吐呢 我们可能用其他的内观啊 这些鞋位了 那么用大铃呢 用的比较少 但是有一个作用呢 是内观鞋没有的 它常治疗 口疮 口臭 那么就是 胃热比较重的 心火比较重的 那么它的清热作用呢 是比较好的 刺激性也是比较强的 刺激性比较强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这个大铃血 它的第二个作用 就是宽胸和胃清热的作用 下面我们来看 它也有理气止痛的作用 那么它理气止痛作用 刚才我们远字四字 什么呢 心痛了 就是心痛胸痛 另外呢 它在手腕这么近 对不对 所以说临床上呢 也有用它来治 手腕疼痛了 手腕疼痛 特别是有些不小心扭伤了 比如说我们打球的时候啊 还是摔跤的时候 手支撑的时候 手腕扭伤了 也常用这个鞋位 它的静置作用 理气止痛 理气止痛 而且呢 它这个理气止痛啊 大家注意啊 临床上有些老医生 也有一个经验用法 用它来治 老年人的脚跟头 大家注意 配上我们前面讲的 圣经的哪个鞋位 你看 它配上太膝 然后呢 上取大灵 下取太膝 实际上也是一个下病 配了什么呢 下病上肢 就是脚上的病 我们在手上针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呢 经验用法 大家注意 它还可以配置脚跟痛 那么胸鞋脏痛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胸痛啊 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 另外呢 这个鞋位呢 我们说其实临床上呢 也有用来治失眠的啊 失眠 我们也就是说 我们第一类心神疾病的 相对来说呢 它要简单一些啊 它要简单一些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第一大类作用 也主要就是 灵心安神作用 治疗心脏的疾患 什么呢 心悸心痛 这种什么呢 心血淤阻 弹火上脑的 同时呢 也可以治疗 失眠 因为它是心筋的原血啊 所以说大家可以把它加上去 失眠也是可以治的 而且治疗失眠呢 一般呢 可以向着什么呢 我们说的 向上 比如说向着外观这个方向 就在外面呢 外观这个方向 透视 可以视的深一点 那么这是治疗 失眠比较严重的 有些时候也可以考虑 配大龄这个鞋位 另外呢 我们说刚才讲的 神智性的疾患 边症 狂症 也可以用大龄这个鞋位的 这是它第一大类作用 我们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第二大类作用呢 就是它的宽胸合胃作用 都是胃痛呕吐 和内观差不多 但是呢 它比较有特点的 就是治疗口疮口臭 就清热的作用 要好一些 那么第三个作用呢 反而比较有特点的 就是它的理气止痛作用 我们说 指手指的麻痛 或者我们说西医讲的 这种什么呢 顽管中和针 或者是各种原因 引起的手指的发麻 你看 它可以用于 治疗这些疾病 而且如果是 顽管中和针 它就原则顽管邪刺 如果是手指发麻 就是向下斜斥 那么常规的治疗心神疾病 我们是什么呢 直斥 所以说这个斜位呢 大家注意啊 你看他的理气止痛是不是特别好 你看我们讲的胸痛 胸斜痛 心痛 然后呢 手指的发麻 这些病症 包括我们说的老年性的脚跟痛 你看都可以用这个斜位的 那么这个斜位可揪 但是呢 用直接揪 大家要小心了 不能起斑痕 为什么呢 正好在关节这个部位 怕起斑痕以后 影响关节的运动 所以说灸呢 要小心一点 小心点 那么这次我们要讲的 心包经的圆血 也是他的书血大灵 下面我们来看 这个斜位一样要注意 下面都是什么呢 正宗神经 正宗神经 所以说呢 一般呢 有初天要麻干的时候 最好把针退一点 如果你不退针 那么你也不要再去提差连转了 不要再去提差连转了 主要是怕什么呢 伤到神经 而且砸了这个斜位以后 病人的手也是不能动的 对不对 不能动的 不能活动这个关节的 这是我们要讲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大灵这个鞋位 那么我们上币讲了几个鞋位呢 从曲折到大灵 大家看一下 曲折 曲折 西门 坚死内观到大灵 一共讲了这几个鞋位 他们的共同点啊 大家注意 共同的功能 就是灵心的作用 那么共同的应用 就是什么呢 心肌 心胸痛 就是心脏的疾病用的特别多 操作上相对来说 都是可以什么呢 直视 但是呢 深浅有不同 那么最浅的应该就是大灵了 因为它鞋位比较浅 但是呢 操作的时候都要注意 不能伤到什么神经呢 正宗神经 好 那么这是我们前臂的几个鞋位 下面呢 我们来看手掌上的这个鞋位 叫什么呢 劳工 劳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一般呢 我们说要取这个鞋位呢 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轻轻的握拳 好 你看中指尖下 就是我们的劳工鞋了 好 大家注意 这个中指尖下 正好是在什么呢 我们第二三长骨之间 偏于第三长骨 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图 是不是这个位置 你看 我们点下来就是捷径这个位置了 一边 一般用这个简便去学法 为什么叫它劳工呢 工大家知道就是中央中心的意思 对不对 劳呢 就是劳动的意思 好 就是要用手来劳动 那么这个鞋位呢 正好在手的中央 手又是劳动的 所以说古人就把它命名为劳工 它的命名是这样来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 它的组织和它常用的配物 那么因为这个鞋位 它是心包筋的银血 所以说呢 我们说提到银血 它都是可以什么呢 泄热的 据说这个鞋位 它清心泄热的作用 大家注意 是比较好的 那么清心泄热的作用 那么这种心热比较重的 和这个有关的一些什么呢 心悸心胸痛 当然可以用这个鞋位了 也是配上我们前面讲的 心书内观 共同的点 第二个呢 这个鞋位 我们前面讲到了 它是五心鞋中的两个 对不对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五心鞋中呢 有两个呢 就是两个劳工 两个永权 再加上一个百会 实际上呢 就是说啊 它的这个行脑开窍的作用呢 是比较好的 那么行脑开窍的作用 比较好 我们就常把它用来 治疗什么病呢 我们说急救可以用 癫狂也可以用的 所以说常用它来治疗 癫症 狂症 闲症 那么这也是一个 而且配的鞋位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用圈 百会 用圈百会 另外呢 因为它有比较强的行脑 开窍作用 所以说临床上 我们用 也用它来治疗什么呢 中风昏迷 或者是中暑 这一类 引起的这种什么呢 神志不轻啊 神志昏迷 这一类的症状 也可以用劳工 那么它是常配上什么呢 永权配了还不够 还可以什么呢 加人中 人中呢 有兴奋 呼吸中枢的作用 那么这个行为呢 可以比较重的这种昏迷 可以把它加上 另外呢 也可以起上 心经的神门 心经的神门 那么这个呢 也是它的一个 心脑开窍的作用 心脑开窍的作用 我们要给大家讲到的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 它既然是心经的淫血 又是什么呢 心包经的 又是绝因心包经的一个血位 所以说它泄热的作用 肯定是心包经里面最强的 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大灵友 但是呢 还不如它 所以说 它也是常用来治疗 口穿口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血位 你看 可以配上什么呢 胃经的淫血泪停 对不对 脚趾凤尖的 这个大家学过的 另外呢 可以配上我们 小肠经的井血哨泽 然后再配上 肝经的输血 原血 泰冲 这个血位大家没学过 可以用来治疗什么呢 口穿口臭 还有呢 大家注意啊 有些病 有些医生呢 也用一个血位 就用这个双侧的劳工 治疗口臭的都有 只不过治疗劳 治疗口臭啊 单用这个劳工血 大家注意 是双劳工都取 一般扎到多深呢 0.3到0.8 而且呢 一般呢 就让这个病人 增感强一点 增感强一点 最好呢 是增感呢 能够到到什么呢 往胸上传 那么这个病人的 效果呢 就要好一些 好 传了以后 留针30分钟 留针的过程中 10分钟左右呢 又去给他什么呢 行针什么呢 一次 同时呢 你在行针的过程中 是不是比较痛呢 手心当中 这个时候呢 叫病人 短息气 深呼吸 短息气 深呼吸 多少次呢 10到20次左右 好 让这个病人呢 砍到口中呢 有一点那种什么呢 呃 就是那种 轻润感 就是好像那个 唾液真多了 那么这样呢 我们说 治疗这个口臭呢 效果就要好一些 好 那么这是 一些操作的方法了 那么大家要记住了 就是说 我们给大家加深印象 就是这个鞋位 他治疗这种 心胃 心火比较旺 以及胃热比较重的 口窗口臭效果是比较好的 可以配合这一组鞋位 也可以直取双劳工 刺激比较强 同时呢 叫他配合一些什么呢 呼吸的动作 短息息 深呼吸 10到20次 每次行针的时候 做这个动作 那么这也是 我们临床上来 治疗这个什么呢 口窗口臭的 一种比较好的物理方法了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副作用 你说胃热重了 我们去用药给他清胃热 对不对 清了以后 有点什么呢 又伤他的脾胃了 他就不想吃了 那么这种时候呢 用针灸相对来说 物理疗法要安全一些 同样的 胃热比较重的 这种吐血 以及呕吐 也可以用这个什么呢 劳工这个鞋位 劳工这个鞋位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他第三方面的作用 好 第四方面的作用 我们来看 他也可以治疗皮肤病 就是他的消肿 质氧作用是比较好的 我们经常讲啊 猪痛 痒疮 皆属于心 那么在这条经脉上 待会我们给大家 小结的时候 他表现的也比较明显 你看痛 对不对 他肯定都有一个心痛 或者我们讲的胸痛 还有呢 痒疮 你看这些都可以叫什么呢 口疮 这些都可以把它算在这个养疮里面 然后死疹呢 皮肤病也可以算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鞋位呢 也是死疹 我们经常配合的一个鞋位 还有呢 就是血 我们讲的 特别是手部的血 也可以配合 劳工这个鞋位 也可以配合的 另外呢 就是古人有一种病 直接就叫他什么呢 额掌风 就是那个手变得像额掌一样 那么这个病呢 古人也是要取 劳工这个鞋位的 劳工这个鞋位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有关劳工的几大方面的作用 几大方面的作用 好 这是我们要讲的 劳工这个鞋位 劳工这个鞋位 因为他在手心上 大家注意 他的操作 我们说 直视不是太深 不是太深 而且呢 这个鞋位刺激比较强 对不对 因为比较痛 末梢神经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说临床上呢 我们把它作为 急救的药血之一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心痛心悸 以及中暑中风昏迷 那么他的强刺激作用啊 大家注意 临床上也有用它来治 这种肾脚痛的 比如说一些结石啊 比如说塑料管的结石 引起的这种什么呢 肾脚痛 也有用这个劳工血的 把劳工配上 用拳配上 像这种塑料管 结石引起的肾脚痛 也可以用 我们说五星鞋 你看就用了几个呢 四个心呢 两个手心的劳工 配上两个用拳 在这儿也是取他的什么呢 这个强刺激作用 就是很痛 其实我们说一般呢 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是 中暑中风昏迷 还有心肌心痛 但是呢 这种因为它是五星鞋啊 比较强 刺起来比较痛 所以说肾脚痛 我们也可以这样配用的 这是它的第一大的方便作用 心脑开窍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气热的作用 心活的作用比较好 那么最常用的呢 就是治疗这个口窗口秤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 就是它治疗皮肤病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种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我们待会再来小结 然后这个鞋位呢 也可以揪 也可以揪 根据病人的病情来 这是我们要讲的 劳工这个鞋位 劳工这个鞋位 那么我们再来看 心包筋鞋位比较少 最后一个鞋位 就是我们的第九个鞋位 叫什么呢 中充 它在什么地方呢 手指 手指 手指的哪一个手指呢 中指 中指的什么呢 末端的最高点 那么这个最高点 怎么定呢 我们说实际上呢 也是离我们的早家角 大概一个零点一寸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九叶宽 古人讲的 就这个尖端 这个尖端 离我们的早甲 这个最高点 这个中央 一个九叶宽 就是这一点了 中充 那么中充这个鞋位 对不对 我们说上这个定位的方法 它和我们其他的井血位置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啊 对不对 它在指尖上来了 实际上占了哪个鞋位的位置呢 我们后面要讲的 石轩 它实际上是占了石轩的位置的 就是他们两个是重合的 所以说在古人啊 还有我们现在的定位 都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定位方法 就是说它在什么呢 中子末界的饶侧 就是说 不要让它占石轩的位置 中子末界的饶侧 藻家脚庞 多少呢 零点一寸 我们中子旁边 本来是没有协位的 对不对 就是说一些古籍 包括一些 现代的一些衣家呢 也认为呢 应该在这个地方 那么大家两种并成 一般我们按书上的 就中子的最高点吧 中子末端最高点 但是你们要知道 也有一些书 一些衣家 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地方 也说它在中子 饶侧的 藻家脚庞 一分的 那么这样它就和石轩什么呢 不重合了 好 这是中充的定位 好 下面我们来看 它的组织 那么心包经的井血 对不对 所以说清心瀉着 行脑开销的作用 也是特别好的 那么清心瀉着 行脑开销作用 特别好 那么我们来看 大家都推得出来 用于什么呢 心神的疾病 那么首先 它偏重于心神的疾病了 大家看 因为这个血味也比较痛了 比较痛了 所以说这种中风 昏迷 一个是中风 这个病 一个是各种原因 引起的昏迷 都可以用中充 这个血味 配合上什么呢 我们后面要讲到的 人中 或者是内观 百慧 百慧 那么这一次 我们要给大家讲的 这个是 它治疗 心神的疾病 中风 以及昏迷 另外呢 小儿的金风 你看 它也是常用中充的 配上人中 然后呢 配上两个河谷 加上两个太充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四关血了 四关血了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它的心脑开销作用 治疗这个什么呢 心神的疾病 另外呢 我们说 它的清新泄热作用 也可以用于这种什么呢 心烦心痛 但是呢 用的要少一些 因为吃井血 大家知道 都是比较痛的 比较痛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它的清新泄热作用 下面呢 我们来看 既然是井血 也可以治热病了 热病了 可以治什么热病呢 中暑 以及呢 各种热病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它的第二大类 它的泄热作用 也算它 第三大类呢 我们说 它引致蛇病的 蛇降肿痛 我们说 不明原因的 引起的蛇降肿痛 包括一些 中风病的 这种严谴语色 蛇降不语 那么有些时候呢 也可以点治这个中充的 大家说为什么呢 我们中经里面学过 心事开窍于什么呢 蛇的 这个心包是它的外围 当然也是有关系的 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 它也治疗这个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什么呢 蛇降肿痛 另外呢 我们来看 它的这个热病呢 我们再具体一点 它可以治哪些热病呢 在临床上呢 这种小儿的高热 小儿的高热 不明原因引起的 在没有查清原因之前 比如说你不能用其他的什么呢 退烧的药啊 清热的药 那么这个时候呢 紧急状况下 你可以给它直接点赤这个什么呢 冠冲这个血味 就用刺血疗法 刺血疗法 就是我们说的 出它什么呢 三分针点赤出血 出一滴血 或者是两滴 两滴 或者是三滴 根据它的热度了 那么至少出一滴 可以治疗这种小儿发热 另外呢 成年人的什么热病 我们临床上怎么用呢 常用来治疗这个 眼部的红肿热痛 也有在关冲这个地方 给它用什么呢 点赤出血的方法 因为紧血用的多的方法 大家我们前面讲到 都是什么呢 点赤出血用的比较多 就是说眼部的这种红肿热痛 我们说也可以用什么呢 这个中冲这个血味 点赤出血 另外呢 就是掌中发热 掌中发热 我们当然是用劳工比较好了 但是用劳工力量不强的时候 也可以把这个关冲 再加强它的什么呢 泄热作用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中冲这个血味 它在临床上的组织 主要起它的泄热 醒脑开窍的作用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血味呢 因为是紧血 只能浅刺 浅刺呢 就刺得比较浅了 零点一寸 十次或者是斜次都可以 或者呢 这种泄热啊 醒脑开窍的时候 我们都常用什么方法呢 点赤出血的方法 那么大家现在还没有学 刺法究法 你们如果要注点赤出血来 消毒要连格一点 消毒你们要连格一点 另外这个血味 因为是心包金的紧血 它的醒脑开窍作用 我们刚才讲 也是比较强的 据说这个血味呢 也是我们常说的 急救的药学之一 急救的药学之一了 就是可以点赤 做急救的 另外呢 这个血味也可以用纠法的 也可以用纠法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我们这条经脉 从哪一个血味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到 天词到中抽 我们这条经脉的鞋位 就讲完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常规的小结一下 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条经脉的巡形 这个原文呢 一定是要求大家背的 那么这条经脉 比较重要的 它的起 起于什么地方 凶中 起于凶中 起于凶中以后 大家看 它储熟心包落 因为它是心包紧 所以说是储熟心包落的 然后经过阁击 就是我们说的下阁 什么呢 利落三交 因为这个心包啊 在我们针灸里面 是把它作为了一个杖 而且是和三交来 作为相表里的一个杖 所以说 它是属的心包 落的是三交 这是它的在体内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起于凶中的 和心包三交有关系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它的分支 其支 寻凶出西 下翼三寸 那么出西这个部位 下翼三寸这个部位 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哪个鞋位呢 天磁这个鞋位 天磁这个鞋位 那么天磁这个鞋位 大家记不记得它的定位 就是在我们乳旁多少呢 一寸 一寸 就是在我们地时乐间写 前阵中线 盘开五寸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下翼三寸 在翼下三寸 这个地方呢 好 你看到这以后 它又上底翼下 然后呢 寻着我们上支的内侧 就是我们讲的落内 落内 然后寻着哪两条金之间呢 对的 那么就寻在我们的太阴肺 和少阴心的中间 然后到了走部 入走中 走中就有一个比较重点的鞋位 是我们的曲折 曲折这个鞋位 大家还记不记得它的定位 好 走横文中 宫二侯基建的什么呢 此则圆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 入走中这个部位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条经脉呢 又要走到前壁 就是我们说的下壁 下壁以后 行在两金之间 那么这两金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 我们手上的鞋位都在这两条金之间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长长基建 以饶测外区基建之间 那么这两金之间呢 你看就有西门 见识 内官 大灵 就有这么几个鞋位 四个鞋位 都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再入到掌中 入到掌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劳工这个鞋位了 好 这条经脉我们来看 它的指指于什么地方 寻中止出齐端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中充这个鞋位了 就到了这儿了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 青包金的金气 或者说它的气血 还要留住到哪条金呢 三交金的 那么三交金从哪分过去留住呢 就从劳工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有一条分支是 齐之者 别长中 寻小子 赤子 出齐端 那么小子赤子 我们讲的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第四子 第四子 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的无名子 无名子 出齐端 实际上呢 是走在了这个什么呢 无名子的齿折端 交到它的什么呢 守少阳三交金的官充这个鞋位 是我们下面要讲到的 那么这个就是它经脉的具体巡行了 相对来说呢 比较简单 那么它经脉巡行呢 一再强调的就是它的 启和子 胸中到中子 那么它连续的器官是不多的 对不对 这条经直接连续的 除了心包和三交以外 没有其他的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它的组织 那么这一条经脉的组织呢 相对来说 是比较有共性的 那么主要就是治什么呢 心包经 心神的疾病 还有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诸痛养疮 皆属于心 我们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 先来看 心神的疾病 我们说哪些鞋位治疗效果比较好 就是和心神有关的疾病 那么取则 心包经的和谐 所以我们讲过 可以治神之病呢 比如说癫狂啊 心慌啊 善经啊 这些 那么是取则血 可以组织的 心神的疾病 另外呢 肩死内观 可不可以组织心神的疾病呢 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 癫狂 失眠 这一类的 那么它也是内观血的一个组织 另外呢 还有两个血位 像大林 中冲 也是治疗心神疾病 比较常用的血位 那么它具体 心神疾病 它治疗 偏重于哪一方面 我们休息几分钟 再讲 好 下课 下课